这个架构听起来很完美对吧 但事实是这样吗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揭开它的优缺点 看看这款充电宝到底值不值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今天咱们这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个石头泰克的 价值700块钱左右的一个充电宝 前面测试片的内容还没有看的朋友们 我把链接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 这个充电宝 充电口协议设置逻辑混乱 C3口的纹波超标达到800多毫幅 内部的电路究竟怎么样 我们这一期视频拆开就知道了啊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票搜索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来拆解这个石头泰克的产品 这个充电宝铝合金的外观 这里有一个窗口 可以看到内部是用的圆柱形锂电池 我们打开看一下 6颗电池是不是都是这种变号 直接从后面把盖子给它撬开 这后面是胶粘的没有螺丝 我们把前面拆开看一下 内部东西直接拉出来了 外面就是一个铝合金的壳子 然后这就是内部的样子 直接就可以看到 这上面一个屏幕 三颗电感 电芯五颗 都是用的跟背面的编号是一样的 电芯是直接粘在这个塑料的胶框里面 主板上面有几颗螺丝进行固定 我们先把螺丝卸掉 这就是充电宝的后面的一个胶框 NTC热敏电阻 粘在电池上面的 直接剪掉电芯的连接线 这是五串的电池组 上面有保护板模块 这是主板模块 散热的铝板 有螺丝进行固定 铝板内部有两片导热归姿 充电宝的屏幕 是通过这个泡棉 双面胶 粘在这个铝制的框架上面 屏幕的排线 安装在这个位置 拿出屏幕总成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电池组 赖高温的绝缘胶带 通过裂片 点焊连接的 焊点的地方 都有青刻子进行保护 取下来的这一块 就是它的电池保护板 这个电芯 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电芯很像是二手的 破的 然后这里 外皮也是破的 然后还有焊点的地方 这一排 是裂带上面的焊点 然后这里多出一颗焊点 还有这一个 我故意的没有把它扯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裂带我没有扯下来啊 我把镜头放大一点 大家看这个焊点 是不是没有掉皮 我把它翻过来 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焊点 就证明这个电芯不是新的啊 这是用的二手的拆机的电芯 六七百块钱的充电宝 里面用的是二手的电芯 兄弟们 你们怎么看 我是说我拆下来 我看这个电芯越看越不对啊 看着很旧的 老规矩 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 内部电路架构的情况 我们下一个视频 这款Stotec充电宝采用了经典的三路独立升降压架构 配备5颗21700的圆柱电池 整机结构看似、规整、合理 包含了电池保护模块 三路升降压电路 同时搭配携一握手和升降压控制的芯片 C1和C2口采用的是全桥升降压托普 专攻大功率输出 而C3口和A口则合并为半桥结构 主攻中低功率的设备 每一路升降压电路都配备电流采样和滤波电路 保证输出的安全与稳定性 屏幕显示部分也由专门的驱动芯片负责 让用户时刻掌握充电的情况 这个架构听起来很完美对吧 但事实是这样吗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揭开它的优缺点 看看这款充电宝到底值不值 电池及它的保护电路 电池部分采用5颗LG出品的 INR21700M50LT原柱电芯 这种电芯单颗容量是4800毫安 是业内知名大厂的高性能型号 不过这里要说明 这些电芯为拆机的二手货 性能和寿命不可同日而语 保护电路方面 核心采用的是广东赛威电子的 CW1353保护芯片 这款芯片具备过重过放过流短路等多重保护功能 广泛应用于离天子组的保护 保护开关管采用的是西安华裔微电子的 NMOS开关管 四应型号为G013N03 具备低导通电阻响应速度快的特点 为了保障电池组的平衡设计了五组均衡电路 由四应680的电阻和四应Y2的MOS管 组成旁路均衡通道 能够在充分电过程中 有效缓解单体电芯间的电压不均 提高整体的安全性和电池寿命 电流采样方面 采用两颗电阻 一颗R010 一颗R020 这两颗并连起来的话 大约是6.7毫哦 这里不应该使用两颗组织一样的采样电阻吗 三路生件压控制电路方面 C1口生件压控制芯片 采用的是深圳新海科技的38M20MSU 这是一颗单边机芯片 用这一颗芯片来代替协议芯片和生件压控制 用来支持140W的功率输出 这个芯片内部应该是写入了PT协议的代码的 这一路是140W的功率 所以它的开关管也用的比较好一点 采用的是美国万代半导体的AON6144NMOS开关管 一共用了四颗组成全桥生件压托普 能够实现高效的能量转换 绿波部分采用两颗固态电容 330V和100V耐压均为35V 配合两端各一颗MLCC组成 构建C1口通路的绿波网络 但整体绿波容量偏小 会对纹波医治不够充分 输入和输出的VBUS控制 使用的是江苏节节微电子的 Q130P04A PMOS开关管 一共用了四颗两两并联 提升耐流能力和降低导通损耗 电流采样电阻采用两颗R020并联 符合140W大电流需求 C2口电路部分 C2口的升降压控制采用的是 上海蓝星科技出品的SC8815 这是一款性能稳定的全桥升降压控制器芯片 C2口协议控制的话采用的是一颗单片机 私印全部都被打磨掉了 咱们无从查起 应该是C2口所有的私有协议 都是写在这个单片机里面的 全桥升降压托普的功率管为 深圳瑞郡半导体出品的RUH3051M 一共4颗实现C2口的能量转换 滤波部分使用了两颗100V法 耐压35V的固态电容 并且在两端都配备了3颗MLCC 用以加强高频滤波效果 这一路滤波比C1口更为充分 输出端的V80控制 有两颗美国万代半导体的7409PMOS开关管 并联控制结构的话还是比较稳健的 电流采样电阻采用R010电阻并联 组织约为5毫欧 精度的话用于C2口还是可以的 C3和A口共用珠海智容科技的 SW3516P协议芯片 这款芯片在中低端快充设备中应用广泛 集成协议管理与功率控制 电源托普结构采用的是半桥结构 核心功率开关管为 深圳埃德曼半导体的AD30N54D3 一共两颗适合中低功率输出 滤波电容分别为220微法25V和100微法35V的固态电容 两颗电容各搭配一颗MLCC加强滤波效果 但滤波容量整体较小 纹波控制能力不足 输出端的VBUS控制采用的是N加P的串点结构 万代的7409PMOS开关管和 埃德曼的AD30N54D3NMOS开关管混合使用 A口和C口都是一样的 一再监控导通效率和开关速度 但实际参数匹配需要重点验证 两个充电口 各配置一颗R2005电流采样电阻 显示与主控电路 整机主控MSU为 适应型号EPC3000的芯片 厂家的资料根本就查不到啊 推测为定制的MSU或者是一个低成本方案 显示驱动芯片 由深圳新海科技的F035 MSU芯片负责 主控与显示芯片配合实现功率 电量电压等数据的事实显示和刷新 保证用户交互体验 该部分电路设计简洁 逻辑清晰 能够满足基本的显示需求 拆到这里 咱们最后来一个总结吧 先说点实话 这套石头太科充电宝的电路设计 在结构上确实有它的合理性 三路独立的降压拓扑电路 两路全桥一路半桥 各自负责不同充电口 互不干扰 方便攻略和协议管理 这在多口快充里面 算是很不错的配置 电池保护设计 也算是规范 使用了广东赛卫的保护芯片 配合五组均衡电路 有效防止整体电压不均 提升安全性和电池寿命 简单说 这套架构在设计上 没有太大的漏洞 具备多口快充应有的 基础功能和安全框架 不过理想很丰满 现实就有点骨感了 首先保护电路的采样电阻 选用了两颗组织不一致的 R2020和R2010并联 组织不匹配 电流采样的误差自然就大 保护芯片 拿到的数据就不准 安全保护的可靠性 就会打折扣 再看C1口的问题 使用MSU集成协议电源控制 虽然可以降低成本 但也带来了力不从心的情况 滤波部分只给了两颗固带电容 加一颗MLCC 这种容量在28伏5A输出下 基本属于杯水车芯 直接导致C1口的输出纹波超标 C3口和A口的表现堪称灾难级 虽然TOP简化为半桥 目标是中低功率输出 但滤波仍不合格 两颗固带电容也就勉强称称18W的输出 偏偏它还在同一通道上 共享输出之源 输出VBUS采用了N加P的串联混合开关结构 理论上兼顾导通与隔离效率 但是器件搭配不好就会造成驱动时序和参数差异 导致动态不匹配 就会出现各种不稳定的严重问题 比如C3口的散断和爆炸级别的纹波 最后就是这个电芯了 电芯部分看似高大上 标称使用的LG原装电芯 听起来像是旗舰配置 但一拆开 全部都是回收的二手拆机电芯 焊点痕迹 表面磨损破皮 这种贴着大牌卖二手的操作 你敢卖六七百块钱的价格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割韭菜 总结一句 电路架构本来是合格的 但实际用料却在关键点上不断的掉链子 电芯二手 滤波缩水 接口廉价 协议控制不好 这不是技术问题 这是态度问题 六百块的价格做出来 却像是低端拼装 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